说你们多少回了 让你们戴口罩 戴口罩 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吧 傻眼了吧 看看自己变什么样了 看人家戴口罩了 自我保护好嘞 看人家多好 光心亮丽 还有你们 告诉你们多少回了 别聚会 别聚会 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 嘚瑟吧 大家好 拍个小段子 就是为了娱乐一下 段子虽然很搞笑 但是出门别忘了戴口罩 今天宅在家里 没啥事 咱们就接着再聊聊天 聊聊这个 关于口罩的事 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个街上的人 比一千多了 而且有一部分的朋友 也不知道是忘了 还是就是缺乏这个意识 他就是不戴着口罩 就出门了 还有个别朋友 戴着口罩 但是他口罩放在下巴 捂着下巴 把嘴和鼻子都露出来 我也不明白 你到底是戴个口罩 是为啥呀 为了应付检查呀 还是说 把下巴挡住之后好看呢 为了收脸吗 反正特别不理解 我还发现一个事情 现在在街上 不戴口罩就出门的 男性巨多数 我就特别纳闷这个事 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媳妇拿聊天 我就说 为什么 男人怎么就那么不愿戴口罩吗 然后我媳妇给我一个答案 我觉得挺有道理 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 反正我挺喜欢戴口罩出门的 因为那样的话 我就不用化妆 看来这都是玩笑话 我想没戴口罩出门 有的很多可能是意识舒服 或者是没养成这个习惯 再有可能就是 麻烦的意识不服 在这里给大家 我问心提示一下 出门呢 咱们正确配戴口罩 即使保护自己 也是尊重他人 我就挺喜欢戴口罩出门的 因为 这个口罩 遮了我大半个脸 我就感觉戴上口罩之后 让我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保护自己 尊重他人 出门接着戴口罩 我话说回来 没啥时间了 就别出门了 大家再接着拽一点时间 这个视频咱就录到这了 拜拜